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和我一起来继续学习 Metaline修音软件 这期我们讲音符切割工具 切割工具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默认状态下 正常的一个切割工具 还有一个第二个是切割形式工具 它告诉可以切换我们切割的一个方式 默认情况下我们选择切割工具 在你想要切割的音符当中双击一下 它本来一个变成两个 你甚至还可以再切 切完以后 它会自动的去根据它这个波形 去改变它的音高 如果你想调整它的音高的话 再切到鼠标工具 然后去扣动就可以了 切割完以后切稍微切错了 你左右可以再调整切割的位置都可以 然后是一个切割形式工具 我们切换到切割形式工具 我们选择你切割好 或者你准备切割的那些音符 然后在任何一个音符当中双击一下 它会改变形式 第一个形式就是说前音和后音 还是保留着这个音符的关系的 就是这个波浪还是对你切割的音符产生影响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完全把切割出来的音符 作为一个独立的音 这些音波浪不会随着我去调整它的音高而改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线就是一直在这个状态上去保持着 如果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切割形式 然后我们再去调整它的这个 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断开的 看到没有 一个是断的 这个和这个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主要是这两个工具 修人声的话 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改变 还是用它默认的这种切割方式 因为每个音每个音是连贯的 都是有一个前一个音的尾和第二个音的头 都是有产生音力联系的 但是如果这个声音是一个弹奏型的乐器 每个音都是单音的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修正 让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 它是没有任何联系 主要是这个功能 好 这一期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